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ayPal公民新聞報 長期受幫助的弱勢孩童 難免自信心比較不足 臺北市北投盛道兒童之家 帶領院生到雲南的偏鄉服務 讓孩子挑戰自己也重拾信心 位於北投區的盛道兒童之家 住著一群家庭功能喪失的兒童與青少年 院方推動體驗教育 安排孩子們到雲南偏鄉服務學習 讓孩子們能從被幫助者 轉換成為幫助者 那孩子去之前 他們必須知道他們自己的現況 是在B點 那到要服務的時候是一個B點 那個B點他們必須要準備某些音樂的能力 某一些帶領的能力 某一些講課的功力 他們才能達到這個B點 在那裡變成一個老師 參與雲南服務計畫的孩子們 除了培養能力 也學會如何適應環境 懂得如何解決問題 更在與雲南偏鄉孩子們接觸後 有所成長 有所改變 其實我在還沒去之前 我是一個脾氣非常暴躁的小孩 你知道嗎 我動不動就會生氣 然後之前我就會想 就是動不動就想打架 然後回來之後 其實我改變滿多的 去他們也會看到那些小朋友 的表現跟一些他們行為上 我覺得我是不是應該要改變一些東西 然後學習他們一些東西 未來 盛到兒童之家 希望帶願升至其他定點 進行服務學習 給孩子們一個挑戰 並將這份幫助延續下去 臺灣的動物保護法實施已久 但是流浪犬的問題 還是沒有辦法解決 特別是在一些鄉下的地方 沒有絕育的母狗 遭到棄制後在野外繁殖 讓讓犬的宿命一直延續下去 也讓有心要幫助的人力不從心 由於人為不當的棄養 以及母狗並未絕育 造成路面上流浪狗的數量持續增加 流浪狗的議題在外面 其實受到很大的威脅 不管是捕獸匣 或者是農藥 車禍 都會造成他們的傷害 平常有時候車禍一件 那可能花錢是小 但是我們最怕的就是遇到癱瘓的狗 假如說遇到癱瘓的話 後面的安置可能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實地走訪位於南投的一間私人狗場 這些狗多半來自於人民欺養 野外繁殖 流浪幼犬如果沒有帶回中途之家 將會繼續在野外繁殖 因此家中母狗有絕育的必要性 流浪狗的源頭是來自於胃結紮 還有就是民眾的棄養 家中母狗胃結紮也造成幼犬被遺棄 我們也協助麻煩的送癢 又前我們會先帶回中途 洗澡後並進行內外去寵 然後在各大FB的社群網站 進行攀登任癢 然而卻沒有任何一項規定 來解決這項問題嗎 根據動保法規定 四組若未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則必須將寵物絕育 違反該項規定將儲新台幣5萬元以上 25萬元以下發還 看似嚴格的懲處規定 若未確實執行法規 也還是無法解決流浪狗持續增加的問題